美国中极选举投票战告一段落 外界除了关注选举的结果之外 也聚焦在选举是否受到外国势力的干预上 美国国土安全部有官员表示 政府接获通报指社群媒体出现 针对美国选民数量有限的假消息 在此同时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则说 在中期选举开始投票之际 并没有发现有外国势力破坏这次大选 选举期间各类消息层出不穷 先前Facebook高调采取行动 删除115个可疑账号 为的就是要阻止所谓的假新闻 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 但是防不胜防 有官员指出 部分社交媒体出现不实资料 目前政府正与执法部门和摄取媒体公司合作 以回应这些贴文 但仍无法确定谁是这些假消息的幕后黑手 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 和国家安全部门官员6号表示 他们并没有发现有国外力量破坏这次选举 尼尔森说 在中期选举当中 没有迹象显示美国的选举基础设施会受到伤害 包含阻止投票改变投票数量 或者对计票能力产生造成悬疑等 他同时重申6号的选举将是现代最安全的一次选举 尼尔森还说 国土安全部看到了各州在防止散播破坏选举氛围 并企图影响民众投票的人身上所做的努力 不过美国国家保护和计划司副司长克雷布斯承认 一些不实的资讯已经传播开来 像是散播假的投票日期 或者民意调查核实结束等等 不过他补充说 这些资讯大部分是被偶然传播的 并非故意而为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